古文观旨 卷一 周文 左传 隐功十一年 郑庄公戒赤守臣 海海爸爸制作 郑庄公戒赤守臣 秋七月 公会其侯 郑伯伐许 庚臣 赋予许 银考书 取郑伯之旗毛胡 以仙灯 子都自下设之 颠 侠书营 又以毛胡灯 周辉而胡曰 君灯矣 郑师必灯 人武 虽入许 许庄公奔位 其侯以许让公 公曰 君未许不公 故从君讨之 许既扶其罪矣 虽君有命 寡人扶改欲文 乃与正人 正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书 以居许东篇 约 天或许国 鬼神实不逞于许君 而假守于我寡人 寡人为侍一二父兄 不能公义 其敢以许自卫公乎 寡人有地 不能和谐 而使胡其口于四方 其况能久有许乎 无子其奉许书 以辅柔此民也 无将使祸也 作无子 若寡人得墨于地 天其以礼 毁祸于许 无宁资许公复奉其设计 唯我郑国之友请夜焉 如旧昏够 岂能将以相从也 无子他族 时逼处此 已与我郑国争此徒也 无子孙其父王之不暇 而况能因似许乎 寡人之时 无子处此 不为许国之伪 亦了已故 无余也 乃使公孙或处许西篇 曰 凡尔弃用才会 无至于许 我死 乃及去之 无先君心意于此 王室而即卑矣 周之子孙 日试其绪 福许 太阅之印也 天而寄宴周得已 无其能于 许征乎 君子为 郑庄公于是乎有礼 礼 经国家 定设计 蓄人民 礼后似者也 许无形而伐之 福而舍之 夺德而处之 良力而行之 向师而动 无类后人 可谓知礼已 海海爸爸制作 海海神 责 commit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